是水城威尼斯的 Lagoon City的小威尼斯的resort 非常美丽的湖面上 夕阳下 我们一帮闺蜜和莎莎姐在一起 在这个生日当中 真的是已经沉醉在其中 那么我想莎莎在快乐之余 一定也很想念远方的儿子 对吗 五一和五星 现在心里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有没有很想她们 哎呀 我都感动的 就是我激动的 说不说话了 你看我们老板亲自开船 然后亲自弄吃的给我们吃 真的非常辛苦 然后我们在这个最美丽的 威尼斯 多伦多威尼斯这里 我们刚才已经领域到了 这个风光的美丽 一会儿我们都会发的群 发的那个平台上面 然后我在这儿 虽然就是说 家人都不在这儿 但是我们这些姐妹们 有的放下家庭 有的真的 很远的开车到这儿来 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 到这儿来陪伴我 过生日 非常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感谢她们 把所有的工作都丢下 来到这儿陪伴我 然后谢谢 然后还有就是 两个儿子也跟我 就是说了 妈妈没时间陪伴你 但是你们放心 有这么多好姐妹 好朋友陪伴我 非常非常的温暖 不是家人 甚至是家人 所以感谢你们 感谢大家 希望我们的友谊 是永远的 像家人一样 也谢谢我们的金 金老师 金虎老师 然后你的 我也不知道 皮特 然后 皮特跟那个 皮特 有一个一样的名字 是 感谢你们辛苦了 其实我知道 做摄影是最辛苦的 然后感谢所有的朋友 谢谢今天文艳 帮我布置了 那么漂亮的 那个房间 哎呦 真的就像那个 像宫殿一样 然后还有 那个 艾丽丝 做了蛋糕 花呀 什么的 留言整个的安排 整个节目 整个流程的安排 主持 非常非常幸运 这个 真的 我自己有几个闺蜜 然后都 都真的非常非常荣幸 很高兴 很高兴 谢谢 谢谢